另外還有一組是什麼 嘉義 嘉義也很嗨 中常委陳茂松發難 立委 黃慧美服務處的主任 幫對手黃明慧拉票 結果你看到王美慧 打錯了 王美慧 難怪覺得怪怪的 王美慧當時英系 大家知道 他過去也講了很多 文藝黨中央的話 今天好激動 聲淚俱下 大哭喊冤 根據媒體的描述 我是不在現場了 媒體的描述 現在記者面前哭 哭不夠還到廁所 大哭了一頓 他說對民進黨的付出 不是第一名 也是第二名 李俊宇在選舉期間 我擔任主任委員 全力服選 如果陳茂松你再哭泣 那麼我根本就心在淌血 對於這次李俊宇的選舉 你陳茂松 你幫了什麼忙 你現選舉後 你來指責別人的不對 這樣對嗎 然後沒多久 他的服務處主任 就退出了民進黨 就退出了民進黨 稍後我請周老师 來點評一下 這三大組 看著大家眼花撩亂目不暇擠 每一組的水都很深 這個故事聽起來都好好聽 但是陽明有些獨家的訊息給辣碗報 來我們秀在這邊 請陽明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說這個 為什麼說這個 怎麼講 這個 跳船 跳船到黃敏慧這邊 那這些是LINE上面的一些對話對不對 這就是網美會服務處的主任 徐志文 徐文志 徐文志 對不起 請多傳這個 多傳的親朋好友 12月18號請為嘉義市 做出最好的選擇 放下藍綠 支持隊的人 最好的人 嘉義才有好前途 你怎麼看 這個其實 左邊徐文志的部分 因為過去黃敏慧曾經一度找徐文志去搭配 當他的副市長 然後那個時候就仲向 因為黃敏慧希望在嘉義能夠藍綠 大和解 可是呢 有一派不接受這樣的 當然就是以李俊義為主的 所以當時徐文志就跟李俊義 竟然鬧得很不愉快 那這個旁邊 另外一邊的 那個其實也都是 網美會服務團隊裡面的 等於說親人或什麼的 在黃敏慧連任成功之後 都是很 恭喜 都很開心 恭喜黃市長連任成功超開心 然後其實你知道下面那兩段 那兩段的對話也都是網美會的 其實上面也都是網美會的 算是服務團隊裡面的人 那下面你看他留言說 高傲的人必定會失敗 他怎麼會這樣講自己黨內的人呢 所以我就有了解 現在民進黨裡面 除了陳茂松他是開第一炮 那現在他們嘉義市裡面的黨員 已經是要求黨部趕快處理 他雖然退出 徐文志雖然退出 但他們黨部還是要把他開除黨籍 還是要用開除 因為開除會五年內不得回到民進黨 所以他們還是會一程序去把他移送 去做黨籍處分 但是你看看這一爛的截圖 他都是網美會服務處的工作人員 包括主任 包括這個服務處顧問的太太 還有包括服務處的一些工作人員等等 有沒有 寫的什麼意思 放下藍綠選對的人 拜託你民進黨的 你怎麼能夠放下藍綠 你當時立庭李俊逸 有沒有 恭喜 竟然這個服務處顧問的妻子 要恭喜黃敏慧連任成功 而且他超開心 還有有沒有 這個爛土胡不上牆 如果不仔細檢討 以後可能要包起來 許多人跟你一樣開心 真的像很多人講是出來交代的 這三個都證明了什麼 都證明了是不是 網美會在假支持李俊逸 事實上在跟黃敏慧暗通款取 什麼意思呢 在黃敏慧任期結束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輪到 網美會了呢 有這個概念吧 其實那個18號當天晚上有一則新聞 就是你看 網美會夜奔黃敏慧總部 去恭賀 說這個黃敏慧倒選 這個在台灣的地方自治室 是一個蠻 蠻奇特的現象 人還要到 人親自去 你不要那麼急嘛 就是理論上市長 可能這個當選過後 他可能比如說立委我去拜會 或是說你可以到市府去拜會 當天晚上就去了 或是很多人是傳個line 打個電話 或是打個電話 你看 但是網美會的風格是這樣 他在為什麼他在在地 可以在立委初選 就把李俊毅幹掉 因為他就是你知道 艦級旅籍 他在嘉義市最有名 就是他騎著一台小五十 然後走到哪裡 看到什麼狀況 立刻到現場去 所以比如說他以前曾經什麼 騎摩托騎到一半看到火災 他就趕到現場去幫忙救災 所以他是不是騎摩托 剛好經過黃敏慧的輔助 可能是剛好從李俊毅敗選過後 那個總部離開 對 經過黃敏慧走過 發現原來就在旁邊 那我就去一下 但是這個沒有約好 那黃敏慧也不會在那邊等他 你懂吧 所以這個嘉義的地方 綠營的地方是有點反感 裡面他們甚至認為說 王美會跟黃敏慧 是不是有一些這個默契 沒來也去 就也許因為對王美會來講 他下一屆可能就可以選嘉義市長 因為李俊毅就不會是他的障礙了 可是可是因為現在這個局面 明年的三月四月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李俊毅會不會再過來 我跟你挑戰選立委 而且因為李俊毅別忘了 他是什麼挺賴巴加將 大家還記不記得 2019年賴清德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是站在賴清德身邊 未來賴清德當了黨主席 會不會為了要對付英系 我立委我的人全部出馬 跟你們出選 這個都值得觀察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裡面 也有一些這個差弧風暴 嘉義市只是其中一環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對民進黨來講 我覺得他們現在最大的危機是 所有人都只看自己的意義 這個其實我覺得每個政黨都是這樣 大了之後 每個人想的都是自己的政治前途 政黨就沒有那麼在意了 所以這個是 因為我剛好就有人提供給我這些訊息 我就分享給這個賴晚報的觀眾朋友 好 謝謝楊明帶來獨家的訊息 所以有這個獨家的這幾張line 大家就看懂了嘛 那這個王美惠跟這個陳茂松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陳茂松是政國會系統 現在政國會系統呢 林佳龍之前已經表達是支持這個賴清德嘛 但是當然他跟賴清德不同系 可是感覺上他也沒有得到 小這個蔡英文的這個青睞 所以他在沒有得到蔡英文青睞的情況下 政國會整個系統現在就變成是 他是不是嫡系的一個概念 他就變有點跟這個賴系 等於是相互呼應來圍剿現在英系 因為王美惠他是英系的嘛 那這個李俊逸的情況更奇怪 因為原來大家認為說 他跟英系的關係不好 可是呢他又在總統府擔任副秘書長 得到蔡英文特別的這個青睞 所以他也不能說真的他是屬於賴的人嘛 或跟賴比較親近 但是呢他又沒有得到這個蔡英文的這個青睞 所以就變成他在嘉義試選得很難看 可是這個選舉結果反而給賴系 有一個操作的空間 就你提名適當 你操作不當 你的整個這個選舉動員都有問題 我覺得你如果把它都回到賴清德跟蔡英文之間 我就想起了崇禎皇帝那個時候的那一幕 因為崇禎說他不是亡國之君 但是臣呢 大臣們是亡國之臣 現在賴清德的那三個理由 每一個理由都指向蔡英文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臣不是亡國之臣 君是亡國之君 哎呦 死罪 對 對 對 所以現在君臣現在對抗 到底誰是亡國之君 是亡國之君導致了今天的大敗 還是亡國之臣導致了今天的大敗 我覺得這一幕戲主要就是在演這一個 但是當然我覺得我們的網友都非常有智慧 都講到了一些重要的問題 就像這個剛才街坊裡頭所看到的 最核心的兩個大的問題沒有提出來 第一個 抗中保台 你要不要談抗中保台的問題啊 大家其實就是說這場地方選舉 其實跟兩岸關係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民進黨在抗中保台這個問題上 他犯了最大的錯誤 除了他只抗中無力保台之外是 他迷信 他只要喊抗中保台 他可以為非作代 他可以無惡不作 反正大家在抗中的這個旗幟底下 最後都要投民進黨 要不然你要投國民黨嗎 就像民進黨那些支持者所講 難道你要投國民黨嗎 他就迷信這件事情 所以才有今天的大敗 還有一點賴清的 都沒有講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高端疫苗的問題 黨疫苗的問題 對 這個很核心啊 你看這麼多年輕朋友都受害 大家當時很多這些年輕人 都是一槍熱血去打了高端疫苗 然後怎麼樣呢 哪裡也不能去 然後保護力也比較低 有的當然還是染疫 那這些情況當然就是 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的不滿 就是說你政府原來是一場欺騙 你的疫苗你的所謂的國家隊 實際上就是你圖利自己的一場騙局 這才是導致大家這麼不滿的原因 所以整個民進黨敗選的破口 就是從台北市的陳時中開始 而核心就是疫苗 那你賴清德你如果要檢討 你怎麼能迴避這個問題呢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